圈姐快要到了高速公路是不是顺畅民族很关心 而这个收费站的这个ETC车道呢 我们看到当初设立的美意就是希望它能够通过的速度快一点 开始有民众在最近晚上十点钟不是交通尖峰时刻经过呢 发现在这里大塞车 连一旁的一般车道都比它要快 到底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独家报道 塞车耶 可是其他车上很顺畅 晚上开到高速公路收费站 原本应该快速通过的ETC车道变得超贵速 而且大排长龙 连旁边的一般车道速度都比较快 到底怎么回事 三个ETC变成只有一格 不是太夸张了 本来应该是三条车道的ETC 仔细一看外侧的两条都不能走 只剩一条能通过 外侧车子不断往内侧挤 难怪晚上十点这种离风时段也塞车 让民众抱怨连连的就是泰山收费站的ETC车道 它在特定的时段会施工 三条的ETC车道就只剩下一条 白天暂停施工 水泥桶和推车就堆在ETC车道两边 但是到了晚上 卡车直接挡在ETC车道的前方 外侧的车为了要切进内侧 差一点就要发生擦撞 让民众担心春节没剩几天 ETC全在这个时候施工 过年不是要塞到爆 是ETC的小型车车道 我们要把这个速线从原来的50提升为速线 速线70 预计在1月29号的中午就可以开放 高工局赶紧澄清表示车道在拓宽 而且施工已经快结束了 保证29号中午一定能通车 就怕影响到春节交通被民众骂翻天 这边虽然肖湘影 淡姐林小凡台北这么早